词词曲 李宗盛 在中国侵犯中国劳工条约 操控中国公开选举 有什么事可以坐下来讲吗 有什么事可以坐下来讲 我也是 你可以给我们讲 这个不用讲 不用讲 什么事你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跟你坐下谈吗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我嘛 操控中国公开选举 可以我嘛 成为中国公开选举 什么事情我们坐下来谈 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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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干嘛干嘛 谁坐下来 谁坐下来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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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不要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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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请不不我 我只是说一下 第一 我们沃尔玛中国员工 抗议沃尔玛操控中国公开选举 不害员工 第二 我们强谈 我们反对沃尔玛 恶意违反中国法律 强谈中国公司制 你不是沃尔玛的员工 那你也不是 请你离开 我是单纪 我现在干嘛的 你不是沃尔玛的员工 请你离开 你还不要在这里骗人 你是个骗子 沃尔玛还欠我1200块钱 那个查理费 你是个骗子 请你离开 换屏 你说话有证据啊 我要告诉你 你现在不是沃尔玛的员工 请你不要说你 你拿冰箱什么 你能够拿冰箱去员工 你已经不是沃尔玛 我不等你 东先生是这样子 沃尔玛要讲诚信啊 我不是 要讲诚信 因为沃尔玛他欠我1200块钱 查理费还没给我 他需要按照正当的法律 你可以走正当的法律 我已经走了 这个是说 因为沃尔玛他欠我1200块钱查理费 我的管理层 他之前骗我 他说我们也出差 但是这个管理 这个查理报警 是我自己掏钱 替沃尔玛出差 我希望我们员工的权益 解决你的问题就好了 好吗 请你离开吧 让我们谈谈工作 我是说法应情况 你通过你的正常的途径 来解决 好不好 可以吗 我们已经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证据沃尔玛 在法律上筛访 沃尔玛已经在中国的法律上筛访 已经在做假 已经不诚信 他在做所有的事情 他在做所有的事情 然后我告诉他 他能够追求正确的法律 去解决他的问题 对不起 请你不要在这边 请你们要录像好 啊